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美食故事时光》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夏日的凉风,绿豆汤的清甜回忆 2.祖母的智慧,绿豆汤的制作秘诀 3.一碗汤的情感,绿豆汤在家庭中的角色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夏日的凉风,绿豆汤的清甜回忆 在炎炎夏日,当太阳似乎要将大地烤成熟透的扁桃仁时 人们对于一丝丝凉意的渴望就如同沙漠中的旅人对水源的渴望一般迫切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豆汤就像是一位悠悠自在的夏日使者 带着清凉的礼物来到我们的身边 绿豆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当时的人们发现,这种小小的绿色豆子不仅可以作为食物 还有着惊人的降温效果 于是,绿豆汤就成为了夏日里的一道必备佳肴 想象一下,在古代没有空调,没有电扇的年代 一碗冰凉的绿豆汤无疑是对抗酷暑的最佳武器 但绿豆汤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的清凉 它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唤醒人们心中最深处的夏日记忆 每当品尝一口绿豆汤,那清甜的滋味就像是时光机器 将人们带回到那些无忧无虑的夏日午后 回到那些和家人朋友围坐一起,吹着风扇,聊着天 享受着绿豆汤带来的片刻凉爽的时光 当然,绿豆汤的制作也是一门大学问 从选豆,喜豆,煮豆,到最后加入适量的糖分 每一步都需要细心和耐心 有人说,煮一碗好的绿豆汤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是一种对夏日美好时光的尊重和珍惜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许多传统的影视文化渐渐被遗忘 但绿豆汤似乎有着特殊的魔力 总能在每年夏天时重新唤醒人们对于那份简单而纯粹的美好记忆 所以,当下一次夏日的炎热再次来袭时 不妨动手煮一碗绿豆汤 让那份清甜的味道带你穿越时空 回到那些美好的夏日时光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祖母的智慧,绿豆汤的制作秘诀 在炎炎夏日 没有什么比一碗冰凉的绿豆汤更能让人感到清凉解暑了 这道古老的食谱 不仅是一道美味的甜品 更蕴含着我们祖母们代代相传的智慧和对家人的深情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道传统美食背后的秘诀 以及那些让人惠心一笑的小故事 首先,我们得从选材说起 祖母总是强调 要挑选那些颜色鲜亮 大小均匀的绿豆 她说,这样的绿豆不仅煮出来的汤色则美观 而且更加容易煮烂 这里有一个小秘诀 在购买绿豆时 如果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 那么恭喜你,你选对了 接下来是绿豆的处理 祖母总是会先将绿豆浸泡几个小时 甚至是一夜 她说,这样做可以让绿豆更容易煮烂 而且还能保留更多的营养 有趣的是 她总是用这个过程来教育我们要有耐心 好东西是需要时间慢慢熬制的 煮绿豆汤的过程中 祖母有一个独特的秘诀 加入几片橙皮 她说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汤的香气 还能帮助消暑解渴 这个小窍门 直到今天我还在用 每次都能让人惊喜 最后是关于甜度的调整 祖母总是会在绿豆汤快煮好的时候 加入适量的冰糖 她说 冰糖比白糖更能带出绿豆的清甜 而且不会让汤变得过于粘稠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加糖的时候 一定要边尝边加 以确保甜度刚刚好 在祖母的厨房里 绿豆汤不仅仅是一道简单的甜品 它是加的味道 是夏日的凉爽 更是祖母对我们的爱 每次品尝那熟悉的味道 都会让我想起祖母那温暖的笑容 和她的那些小智慧 所以 下次当你在炎热的夏日里 想要寻找一丝凉意时 不妨尝试制作一碗传统的绿豆汤 在这个过程中 你或许会发现 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小细节 其实都蕴含着前人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一碗汤的情感 绿豆汤在家庭中的角色 在家庭的餐桌上 绿豆汤不仅仅是一碗汤 它是夏日的清凉剂 是家人关怀的象征 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情感纽带 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碗看似简单 实则蕴含深厚情感的绿豆汤 在家庭中扮演的独特角色 首先 绿豆汤是夏日的救星 想象一下 炎炎夏日 太阳如火球般炙烤大地 你满头大汗地回到家中 妈妈或奶奶递给你一碗冰凉的绿豆汤 那一刻 不仅仅是身体得到了清凉 连心灵都仿佛被这碗汤温柔的抚慰 绿豆汤在这里 不只是解渴降温的饮品 它代表的是家人 对你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接着 绿豆汤是家庭团聚的味道 在许多家庭中 煮一锅绿豆汤 往往是全家人共同参与的活动 从挑选绿豆到洗净 再到慢慢熬煮 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家的温馨 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共享这碗汤时 那份温暖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绿豆汤在这里 成为了家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 是团聚食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 绿豆汤还是传承家族记忆的载体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绿豆汤食谱 或许是加了一点薄荷 或许是混入了一些帘子 这些特殊的食材和独到的烹饪方法 都是从祖辈传承下来的家族秘方 每当品尝这碗汤时 就仿佛能够穿越时空 感受到先辈们的智慧和对家族的爱 绿豆汤在这里 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 老一辈与年轻一代的桥梁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绿豆汤还是一位卓越的和平使者 在家庭中 无论是因为小争执 还是误会 而产生的不愉快 当一碗绿豆汤出现在餐桌上时 所有的不快似乎都随着汤里的绿豆 一起被熬化了 绿豆汤以其独特的方式 提醒我们家人之间的爱与宽容 帮助我们找回和谐与平静 总之 绿豆汤在家庭中的角色 远不止一碗简单的汤那么简单 它是夏日的清凉剂 是家人关怀的象征 是团聚的味道 是传承记忆的载体 更是和平与爱的使者 下次当你在品尝这碗汤时 不妨深思绿豆汤在你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以及它所承载的深厚情感 在夏日的炎热中 绿豆汤如同一位清凉食者 带来宁静与舒适 它的历史悠久 自古以来就是对抗酷暑的最佳武器 绿豆汤的制作需要耐心和细心 每一步都充满了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 它不仅仅是一道美味的甜品 更是代表着祖辈们的智慧和对家人的爱 在家庭中 绿豆汤是夏日的救星 是团聚的味道 是传承记忆的载体 更是和平与爱的使者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这碗绿豆汤时 不妨回忆一下它 在你家庭中扮演的独特角色 感受那份深厚的情感 那么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的家中也有类似的传统美食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也订阅我们的频道